醒目一响啊 咱们书馆开书了 咱们继续回到这云南的西南边境上 接着聊咱们的清朝对面战争 那竟说这对面战争了 那这对面战争到底是跟谁在打仗啊 那有人说了 那前两天你不是交代过了吗 共榜王朝啊 那对了 问题来了 这共榜王朝 他头子是谁啊 咱们先得把这敌对方的第一男主角交代清楚了 1752年 雍吉亚就建立了缅甸的共榜王朝 要说这雍吉亚呀 他可是个狠人 他在推翻这个缅甸的东须王朝的时候 这几次身临险境 大家都认为啊 完了 这雍吉亚所领导的武装啊 肯定会被东须王朝的部队 进脚于啊 这个缅甸的丛林当中 最厉害的一次啊 就是这个东须王朝的部队 已经把雍吉亚呀 围在了他的根据地 共榜地区 可是最后啊 还是被他化险为夷 而且最后还能反败为胜 也就是在1752年这一年 也就是乾隆17年啊 雍吉亚当了缅王了 就因为这一王朝啊 是在共榜建立的 所以这王朝呢 就叫做共榜王朝 共榜在哪啊 就是今天的瑞波 没过多久啊 这雍吉亚凭借着自己强硬的手腕 就把这个缅甸统一了 国内平定了之后啊 他的手啊 可就伸向了边境 他让这个中缅边境的这些吐司们呢 向他进贡花马里 那什么叫做花马里呢 青石搞缅甸传啊 里边是这么解释的 他说这个吐司一烧之溃义 为之花马里游来久矣 那这个赵义呢 在他的这个文章里说呀 就是碎壁 这个孝亭杂禄 赵莲说呀 就是供奉 那么这些个文献上边说的 都是含糊其词 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解释 实际上呢 这花马里啊 要拆开了说 马呢 自然就是马匹 那花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花呀 实际上就是花银的意思 那这个花银是什么呢 这个明代的时候啊 关注银呢 或叫花银 或叫花金银 您看啊 现在这个国家博物馆 收藏的一定银子 十两 上边呢 清清重楚的 刻着名文呢 大明洪武 花银十两 哎 那在这儿 他为什么要强调一下 要花银呢 哎 这缅甸国王啊 他鸡贼去了 他让这个边境的吐司啊 给他进贡的 礼品里的银子呀 一定要是花银 原因是什么呢 这是大明朝 当年关注银 他纯呢 那意思就是说呀 你别拿一些折色的杂仪啊 来糊弄我 那么这个新王朝 新章城 这个边疆的吐司啊 有的害怕了 就交了 有的吐司啊 人家就不交 为什么呢 人家说了 我们这个虽然在中缅边境上 可是自大明以来 又到大清 我们是中国人呢 我们一直啊 给这个中原王朝 也就是大明 或者是大清 交着功夫 你是谁啊 不给 可是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这新勉王啊 拥挤牙子 老厉害了 你不给呀 我就发兵打你 到时候啊 还不是你给不给的事了 是我要不要的事了 你这个部落呀 干脆就被我吃掉 才我一抢 土地归功 人民归为奴隶 那这么一来的 这些吐司啊 没办法了 只有向云南当地的大清朝廷 派下来的官员求助 这消息啊 可就传到了乾隆皇帝的耳朵里 这乾隆皇帝啊 非常纳闷 那为什么纳闷呢 他说这个缅甸人 不是挺好说话的吗 当年啊 这乌三桂 大兵一致 他们立刻就把这个南明的 永利皇帝朱油郎 交出来了 我这还等着他们呀 来北京向我朝贡呢 怎么着 他竟然敢出兵打我的吐司 不过这会儿啊 这乾隆皇帝抽不开身 怎么呢 这乾隆十七年 这会儿正是一打金川呢 这大清朝啊 正在离此不远的云南呢 和这个沙罗奔较劲呢 想是回头抽这个共亡王朝啊 可是啊 这会儿啊 疼不出手来 这乾隆皇帝 对此事啊 还没发表看法呢 这会儿 勉王拥起牙呀 他来劲了 他竟然呢 以这个勉王的身份 给这个清政府住云南的官员 发了一封外交召会 他竟然是说呀 猛连九江一带 十三百大地方 都是天朝 勉国乾粮赤子 那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是说呀 这些吐司啊 他们世世代代 都生活在边境上 哎 具体是哪个国家呀 他自己也说不清 我也不想说得清 你也别想说得清 所以呢 这稀里糊涂的 咱们就这么的来吧 你这大清朝廷呢 要想收这些吐司的功夫啊 你收你的 我这个贡王王朝呢 想收我的花马里啊 哎 我收我的 谁收头了啊 算谁的 您看这小国寡帮啊 他把这事啊 想的就是这么的简单 哎 这大清朝廷啊 乾隆皇帝一听就急了 什么 还要跟你共享 你知不知道 这世界上有主权两个字啊 即便呢 这边境上这些吐司 他乐意 一边呢 向大清朝廷教功夫 另外一边呢 向你这个勉王教花马里 这主权问题啊 必须得弄清楚了 那您听明白了吗 这个关键词就是花马里 勉王向边境吐司 征收花马里 才是这清勉战争的导火索 那么这个导火索 点燃了啊 他一直着急去 他也无非就是一根导火索 那总得有个事件呢 才能让这个导火索引发这枚炸弹 哎 这个事件呢 很快就来了 话说在这1760年5月的时候 这拥挤牙呀 死在了军中 哎 有人说这个勉王怎么死在军中 他不是死在他的王宫当中呢 哎 这拥挤牙呀 是好战分子吗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这个瓦罐呢 总得紧口破 大将总要镇头王 所以说这拥挤呀 死得其所 他死在军队里了 哎 他是战死的吗 哎 倒不是 得热病死的 哎 说说的这一句话呀 引出了之后啊 咱们很大的文章 那是后文书 哎 咱们先透露一点 您看呢 这个勉王都得热病死了 所以说远道而来的清军 八旗兵 绿营兵 他们来到这个西南燕帐之地 这水土肯定不服 其实呢 这八旗兵最大的简员 并不是与勉军交战造成的伤亡 而是死于热病 哎 这是后话 具体呀 有多惨烈呀 咱们后文还会交代 咱们呢 也没有必要细聊 您就知道啊 这拥挤牙呀 是得热病死的就行了 哎 这热病嘛 上吐下泻 外加着打摆子 哎 也就是这意思吧 拥挤牙死了之后 他的长子莽继绝可就继位了 我也就纳闷了 他们这个银儿俩怎么都不挨着呢 您说这个爱勋绝罗的旋意 爱勋绝罗的印针 爱勋绝罗的弘利 哎 听上去 他也知道是顺下来三代的银儿 啥不是 您瞧这个拥挤牙 莽继绝 从这个名字上听起来啊 这两个人 扒杆子 好像都捋不着对方 这莽继绝有什么好讲的吗 实际上 这莽继绝没什么好讲的 因为这位勉王啊 寿数不行 哎 继位之后只活了三年就尿了去了 虽然这位勉王啊 寿数不行 但是让我分析起来啊 这脾气秉性啊 跟他爹也差不了哪去 因为就在他当政的这个1762年 正是乾隆27年 又是因为啊 这勉王向边境吐司征收花马礼的这么个事件 才导致了清免战争的开始 那有人说这回这大清朝怎么不惯着了呢 哎 您算算 乾隆27年是什么时候啊 那会儿啊 远在新疆这大清朝廷啊 平定了准长尔平定了大小合卓已经三年过去了 并且呢 在新疆设立了伊犁将军总督新疆之士 在这个新疆各地啊 也设立了半世大臣 这新疆你竟非常稳定了 乾隆皇帝想打人的这只手可就疼出来了 那有人说那齐拉说书呢 那别拖着了 讲吧 咱们赶紧入正文吧 讲这个清免战争一次一次的战役吧 哎 还不行 哎 咱刚不是说了吗 这个莽纪爵呀 他是个瘦数短的 就在他登基的第二年呢 他就派兵啊 去这个中免边界找这些土司去征收花马礼 可是这回他明显不一样了 这些被敲诈的土司还没说门呢 这云南的住房军先不干了 去这个征收花马礼的缅军呢 刚到边境 这云南的绿营兵啊 可就迎上来了 这平时那简直就是没有的事啊 一经一下一着急 这莽纪礼啊 转过年来 死了 死就死了吧 关键是啊 年轻还没儿子 那咋办呢 那既然这个父死子继啊 哎 现在是没希望了 那么只有兄中帝级了 这才引出来了 咱们这部书 缅甸一方的第一男主角 共往王朝第三代缅王 孟博 您可别小瞧这个孟博啊 这个孟博死了之后啊 这缅甸的大臣呢 还给他上了尊号 尊号是什么呢 新标信 那这新标信是什么意思 这新标信呢 是白相王的意思 虽然这会儿啊 还讲不到这个孟博 但是呢 咱们既然讲缅王呢 咱们就得呀 把这个涉及到清缅战争的缅王一系 宅咯清楚咯 孟博是1736年出生 到了1763年啊 他可就当了缅王了 也就是说呀 他继承他哥哥共榜王朝 缅王王位的时候 也无非就是27不岁的样子 那是标准的一个年轻人 他在位40年 在这40年当中啊 开疆拓土 可谓是这个缅甸历史上啊 一位颇有功绩的国王 这40年里啊 打仙罗 打老挝 打这个印鼠 曼尼普尔王国 并且呢 四次跟清军开战 这四次啊 一次也没打输 对他的评价呀 这个各方史书啊 大致一样 他是四方征战 四方掠夺 积攒了大量的钱财 不过这些个金银呢 基本上都花在 他四次对清作战当中啊 这四次对清战争啊 这清朝人打得不易 这缅甸人呢 虽然没有失败 但是也并不轻松 到了1776年 这缅王孟博 驾崩了 随着他的死啊 也宣布着 这缅甸王朝啊 对其他国家的入侵 以及针对大清朝的边境扩张 算是以失败告终 这话啊 是我说 是咱们说 不过呢 看样子 人家缅甸人民呢 倒是挺喜欢这位国王的 就在前些年呢 这缅甸海军第三艘国产的护卫舰下水 这艘护卫舰呢 就被缅甸海军命名为F14新标信号 那有好朋友就得说了 什么呀 这新标信号跟孟博有什么关系啊 哎 刚咱不是说了吗 这个孟博死了以后啊 缅甸的这些大臣就给这个孟博上了一个尊号 这个尊号啊 就叫做新标信 哎 这新标信呢 是人家的一个尊区 那么咱们呀 说完了缅甸这方了 在清朝 哎 在云南这个地方啊 是谁来应对 这第一次清免战争呢 这营里的各位将官啊 咱们在讲战事的时候 都会提到 咱们先说说 这会儿啊 在云南的总当家人是谁 哎 讲的这个刘早啊 咱们就得听听了 因为我算计了一下啊 讲刘早啊 可能咱们之后上下的时间 这十分八分的 讲不完了 因为这刘早啊 您听的虽然很陌生 不过呢 这刘早涉及到啊 您非常熟悉的一个电视剧里边 一个非常熟悉的人物 电视剧中所描写的人物啊 绅士啊 已然被剧作家描写的很离奇了 可是我向您保证啊 明儿这段书啊 绝对有意思 这刘早本人的身世 比这个电视剧当中啊 要离奇精彩的多 得嘞 就算我给您留个扣子 咱们精彩回幕明天 接着聊